您好,欢迎走进包头Web开发课堂 这节课的学习主题是出师URL装饰器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有URL装饰器的基本形式 用两个或多个URL装饰器装饰同一函数 在URL装饰器中指定请求的方法 首先我们学习URL装饰器的基本形式 那么什么是URL装饰器呢 在包头这个开发框架中 URL装饰器是用于指定业务函数对应的请求URL路径的 这里给出了两个使用例子 通过这个实例可以看出 URL装饰器实际上就是Python语言中装饰器的基本语法 用at字符开头 后面是装饰器的名称root 在括号当中是装饰器所提供的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一个字符串 它实际上就是访问业务函数的URL路径 第二个和第一个它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访问的URL路径是不同的 在上节课我们编写的程序中也使用了URL装饰器这个root 也就是这个根路径 我们来打开一下上节课的程序 首先将这个程序另存一份 用于这节课的实例 我们将它的名字进行修改 修改为bottle.url 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运行后 就可以使用localhost来访问这个网站的根 我们看到它返回的是imbottle 这里返回的值实际上就是程序中业务函数 index所对应的功能 这个index这个函数就是被URL装饰器root来进行装饰的 所以这里的字符串提供的是杠 也就是web的根 所以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直接访问网站的根 就可以访问到这个index这个方法 我们还可以修改这个root当中的路径 比如我将它修改为index保存这个程序 所以这里面我们使用了reload等于tool这个参数 所以服务器会自动重启的 我们回到命运提示符下 可以看到这个程序已经重启过了 用URL来访问它 访问的结果和刚才的一样 仍然对应的是这个函数index 从刚才这个web应程序运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你希望某个业务函数是以某个URL pass来进行访问的 这里的装饰器我们就提供这个pass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学习本阶第二个主题 就是用两个或多个URL装饰器装饰同一函数 刚才我们在这个程序中使用了一个URL装饰器来装饰index这个函数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URL装饰器来装饰同一个业务函数 比如这里面我再加入一个URL装饰器 保存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会自动重启的 我们在浏览器中可以直接用index来访问这个网站 由于刚才我们的index业务函数也使用了根来进行装饰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根来访问这个index业务函数 我们测试一下 它的访问结果和index这个路径访问结果是一致的 这就是运用两个或者是多个UR装饰器装饰同一个业务函数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路径来访问这个业务函数 你可以使用多个URL装饰器来装饰同一个业务函数 用多个装饰器装饰同一个业务函数 主要用于URL的过渡以及其他情况等等 这里呢我们举出了例子是用两个UR装饰器来装饰同一个函数 可后你可以测试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UR装饰器 来装饰同一个函数 它的访问方法是一致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本节课的第三个主题 在UR装饰器中指定请求的方法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请求的方法 这里的请求方法是指http请求的方法 当我们在浏览器中输入一个URL地址时 我们敲回车 此时浏览器默认发送的是httpget请求方法 确实网站的请求方法有很多种 除了get以外我们最常用的是post的请求方法 在bottle中的UR装饰器 它默认的都是get请求方法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列出来的第一条 普通的用UR装饰器 我们不指定其他参数的话 就是默认指定get请求方法 如果我们要指定post的请求方法 可以使用method这个关键的参数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列出来的第二点 method等于post 它就表示当前这个装饰器 所装饰的业务方法 必须用post的请求才能访问到 当然我们还可以为同一个业务函数 同时指定get或者是post的方法 利用这种方式 可以让get和post的请求 全部指向同一个业务函数 最后我们可以直接调用 port当中提供的get和post这个装饰器 来使得某一个业务函数 它的请求方法为get或者是post 使用get或者是post的这两个装饰器 来指定请求方法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让同一个业务函数 同时指向get或者是post的请求方法 我们也可以利用get和post的方法 来同时装饰同一个业务函数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get和post的方法 指定的请求实力 首先我们将刚刚的这个程序重新另成一份 将它的名称修改为 将它的名称修改为 方法 高头method 演示请求方法 将刚才的服务器停止掉 运行刚刚刚另成的这个程序 好 这个服务器已经启动了 下面我们首先看一下 指定某个请求方法 对post 这里我将第一个UR装饰器删除 重新定义一个用于响应post的请求的方法 并且说 业务函数 保存这个程序 注意此时 如果我们用DemoPost这个URL路径 来访问TT这个业务函数的话 是不可以的 我们测试一下 看一看 我们看到返回的是405错误 意义就是 刚才这里面 它这个定义的业务函数 必须用Post的方法来进行访问 而我们直接使用这个路径 调回车进行访问的话 那么此时 它请求的方法没盖 所以这个业务函数 并不对它进行回应 那我们下面来创建一个 可以使用Post的方法 来访问这个业务函数的页面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页面的车辅串 这个字符串呢 我们预先写好 让它复制过来 然后在页面当中 加入一个form 也就是一个表单 指定它的表单提交的 所反应的 所反应的 所访问的页面 就是这个DemoPost 同时指定 表单提交时 它所使用的方法为Post 加入一个输入表单提交的按钮 这样这个HTML这个字符串 我们就写好了 在Return当中 这个根 注定当中的业务函数里 Return里面 我们直接返回 这个页面的做付串 保存这个程序 下面我们首先用浏览器 来访问这个Web服务器的根 取得这个表单 然后点击表单当中的提交按钮 来模仿Post的 这个方法的请求 那么请求的结果呢 就是收到请求方法为Post 我们看到这里面 有个提交查询按钮 当我们单击提交查询按钮时 此时浏览器就会向Web程序 取交一个Post的请求 它的请求路径为 这里指定的DemoPost 那我们看到 它返回的就是 Receive Method Post 那么也就是 这个业务函数 它已经运行了 有时候会希望 同一个业务函数 用于接受Get请求 还可以接受Post的请求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在Method 这个关键字参数 在提供的时候呢 既提供Post的这个字符扇 也提供Get这个字符扇 把它成为一个列表 下面我们来 重新定义一个 这样的业务函数 首先用root这个装饰器 来修饰业务函数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提供Method的这个关键字参数 关键字参数为一个列表 包含Get 复权 复权 host 我们定义一个方法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如何来区分 在业务函数的内部来进行区分 当前请求是Get还是Post 但是呢我们需要在包图当中导入request这个对象 然后我们在业务函数中就可以使用request这个对象 要用request这个对象的Method 属性就可以得到访问的方法是什么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如果请求的方法为get 我们就返回 这个带有表单的页面内容 也就是这个html 否则的话 由于这里面呢 我们只指定了两种方法 所以另外一种就是 Post的情绪 我们返回一个处复串 假如说我们返回的仍然是这个处复串 我把它复制过来 所以这里的html 当中 Action所指定的路径是demoPost 我们把它修改为demoGP 这样呢 这样呢 我们访问的时候 get或者是post都指向同一个业务函数 保存这个程序 用浏览器来对它进行测试 首先访问demoGP这个 URL 由于我们直接在这里面输入demoGP 然后敲回车 浏览器发送了默认的是get请求 我们看到它显示的是提交查询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html 所指定的页面 我们单击提交查询 看到 输出的字符串是receive methodpost 也就是 这个分支 起到作用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同一个装饰器中 指定两个方法 用get和post 然后呢 在同一个业务函数中 实现get请求的返回 和post的请求的返回 它们返回的内容是不同的 下面我们来看 最后一种指定不同请求的方法 直接使用bottle提供的get和post的装饰器 在使用之前 首先要导入get和post的装饰器 比如我们将这里面的 这个装饰器把它注释掉 然后用get装饰器来装饰它 装饰器 装饰的路径 仍然用demo GP 为了让pocket和post的方法 同时访问GP这个业务函数 所以我们再用post的这个装饰器 来装饰器来装饰它 装饰的路径仍然用demo GP 这就实现了 但是结果是一致的 这就是运用get和post的装饰器 来实现对业务函数指定 get的请求 还是post的请求的方法 这节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本节课的作业是 第一 为自己设计的网站 建立默认主页及对应的业务函数 为自己设计的网站 建立一个子页 以及对应的业务函数 你可以根据自己网站的需求 来写业务函数的具体内容 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指定 第三 用同一个业务函数 享用get和post的请求 并返回不同的内容